今集《山系咁行》由我文山發生最強姊妹團 除了帶大家Room Tour Marco Polo出門房之外 還會介紹外影好好去處 包括尖沙咀海旁以及M Plus 究竟我做姊妹造成怎樣? 去片就知道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騰文山 歡迎收看《山系咁行》 知不知道我身在哪裡呢? 我現在在1881 Heritage 今天不是帶大家去參觀的 而是我接下來會去Staycation 因為我明天會做姊妹 所以我今晚會去開房間 做一個Marco Polo Room Tour 究竟怎樣去呢? 一定要跟著你! Let's go! 因為今天只有自己一個人去拍攝 沒有攝影師哥哥 那會比較拼命 其實Marco Polo怎麼去呢? 就是1881的對面 現在眼前就是海運戲院 之後又見到尼卡佛 再旁邊就是Marco Polo 這裡沒有紅燈 所以我們做一個奉公守法的功能 在這個位置 過去吧! 因為我的朋友明天是在文化中心註冊 所以都真的幾近幾方便 我都覺得好像很久都沒試過 跟一群朋友一起住酒店 期待期待 到了!Marco Polo 好! 就是這樣了 那我站堂也挺舒服的 有陣子香水 其實呢 我直接就已經可以 坐升降機了 因為我已經有試卡 對了 好!坐升降機 好!OK! 那現在呢 我們就坐升降機了 已經到了8樓了 我的朋友已經 給了一張時卡 喔!這裡! 這個喜子 那我現在呢 已經到了這個出門房了 那我現在呢 就敲一敲門 嘩!進去吧! 嘩! 還是看到我 因為真的沒有人幫我拍攝 所以呢 我自己呢 就先進來了 那由於呢 沒有人幫我拍片的關係 那我就用前置鏡頭 可能呢 像素方面呢 是有少少差的 不過不要緊啦 最重要是看 房間而已 都不是看我的樣子 那其實呢 我現在其實都幾興奮的 因為 我對上一次做姊妹呢 是2018年2月 有四年多沒有做過 那如果是好朋友結婚呢 那其實我自己都很開心 可以分享喜悅 那剛才呢 都視察了她一回合呢 這間房間 然後都覺得 都幾大 那我想明天呢 都會很順利 還有我覺得 大家都會很登山人子開心 那現在 立刻呢 就去room tour先 那現在呢 就給大家看一看 但是大家都看到 是佈滿了 一些物資 因為明天需要用到 因為她已經 下午 我想已經拿到房了 因為門口呢 其實呢 都會有一塊鏡 有些裝飾品 不過這裡有少許垃圾 不好意思 我先移開一點 那可以給大家看一看 對 非常漂亮的一隻碟 對 那很多 小朋友 是否寓意著百子千孫呢 那都是一些很吉利的一個碟 好 然後呢 這裡有一張大桌 那上面呢 其實都還有一些 我想其實都真的 是給結婚的 出門的 那這裡呢 那這裡呢 有一盞燈 那一個非常大的房間 那其實呢 那廳呢 就有幾張梳化 那其實是給警察的 那明天呢 其實呢 我 有個工作呢 就是要做大禁者的 那可能說那些 喝個深浦茶 富貴有益 榮華 那類似這些說話 是不是很適合我做呢 那 新娘子知道我不知道醜 所以就特地安排了這個工作給我 那其實都要看一下 那個攝影師覺得哪個位置 拍上漂亮一點 啊 可以看一下 外面的景 那 因為呢 其實現在已經是去到夜晚了 反光了 那其實外面呢 都可以看到天星碼頭的 那啊 除了呢 看到夜景 不過現在反光了 希望明天可以再拍到給大家看一看 湯三板 我估計應該新娘子自己拿出來 因為她應該會 要湯一湯 我們這些 這些姊妹裙 因為真的都有點少許 好了 一部大廉事 好了 其實呢 一進房門呢 都會看到 一間房仔 那這間房仔是for work的呢 沒錯啦 那其實呢 我明天呢 就是要去準備一些茶 微波爐 抽油煙機 咖啡 雪櫃有些什麼 登登 雪櫃是沒有東西的 上面有些什麼呢 上面還有一些茶具 不過可能其實是新娘子自己本身的 我要問回她 對 其實我明天呢 就是負責除了大禁者之外 就是要做茶水報 但我覺得都挺方便的 有一間房子去準備一些經茶的用品 因為其實 其實還要放蓮子啊 還要放紅棗啊 還要沖茶 有一個 private area 端出來也是 感覺上好像很大體 那我自己都覺得 這間房子都挺不錯的 好了 然後呢 現在我們就看看 主人房和廁所 哦 大家有沒有期待我明天有兔子妹裙呢 還是比較期待新娘子這套衣服 那這裡呢 其實也有一些 就是 櫃 可以擺放一些物資 有些花 花其實是新娘子自己準備的 那它呢 這裡有保險箱 另外一個櫃 枕頭用品 好 接著呢 就是掛衣服的位置了 咦 我的裙子 應該是吧 Yes 新娘子都給我們選 究竟呢 要什麼妝 那我跟另外呢 兩位姐妹就不同款的 但一樣認識 那我就是選了 露肩的 沒錯沒錯 那明天就穿給大家看一看 廁所 嘩 對了 我最喜歡就是這塊鏡子 完全可以看到 充滿瑕疵的自己 接著呢 就是一個水龍頭 杯 對了 用具 廁所 還有一個棋缸 哦 浴缸也有 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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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棋缸 浴缸 沒錯啦 非常之好 接著 對了 現在我們就去主人房 有了書桌 接著呢 就是有個喜致的床單 嘩 這間酒店有精心的為新娘子準備 真是一個出門的床褥 來的 有個喜致的枕頭 還有梳妝桌 那新娘子明天就在這個位置化妝了 我都坐一坐 沒錯 那 這裡有一些小櫃桶 那應該照道理也沒有東西的 那整體來說呢 我都覺得是 挺大的 還有呢 也挺寬敞的 那張床 另外呢 我自己覺得呢 好像也挺舒服的 因為其實也挺大 我自己都沒試過住這麼大的新娘房 那我自己都非常之期待 明天 今晚有些什麼補充 或者 明天才再拍片給大家看 因為呢 新娘子那些快要殺到你了 如果拍到他就糟糕了 嗯 就是這樣了 好了剛剛剛剛room tour完 現在就 幾點呢 12點已經 不驚不覺 我們剛才做了一連串的東西 包括吃東西 吹水 那剛才呢 其實呢 就負責開會的 那我們呢 都非常認真地 去對了一次的流程 那我發現呢 原來我明天的工作呢 除了塗水布之外呢 就是呢 做大禁者 所以我今晚決定要練一練那些 那些 大禁者的金句 包括就是那些 喝過新人茶 大家小哈哈 喝過新人茶 富貴又會有個榮華 類似這些 我現在都嘴巴巴 那另外呢 就是 因為其實呢 明天的流程只有半天 那所以呢 相對呢 就比起之前做姐妹 就輕鬆一點的 那 明天其實都是呢 收拾一下茶 說一些吉利說話 收拾一下東西啊 那 那 之後就是外影 非常之開心 那 那但是呢 明天呢 其實呢 都偏早起床的 那我們呢 都需要 五點多就要起床了 所以呢 我們現在呢 姐妹們呢 就要逐個逐個洗澡 然後敷麻士 就要上床睡覺了 那如果明天呢 就可能 欸 休息的時間相對少一點 不過不要緊的 我們半天而已 所以我覺得都OK的 那 有什麼分享 我們明天再告訴大家 好 現在要準備洗澡了 Bye 那現在呢 那現在呢 就是1點10分啦 那我現在呢 床邊呢 是有這個 海徑看的 那我自己呢 就獨立睡一張床 對 因為我的樣子現在有點殘 所以就沒有拍給大家看 那明天呢 就做姊妹了 那5點的起床 那明天呢 就告訴大家 我的情況了 哈囉 那今天呢 5點3起床了 然後 然後5點半 就開始化妝了 嘩 我完全是認不到自己啦 因為我 嘩 剛才我一看啦 我覺得我自己的眼睛很明亮啦 然後呢 化得好像瘦了 那我很久都沒試過 化這個全妝 就是呢 他幫我貼了假眼睫毛 我真的很久沒貼過假眼睫毛 然後 然後我覺得有點寒妝 暫時現在的流程都是順利的 那現在呢 我就想著 吃少少東西啦 然後就開始準備 斟茶的東西啦 那一會呢 我們就吃早餐 7點 分秒一陣 那現在呢 那現在呢 就是7點9啦 那 大家呢 都是整妝內化啦 準備著呢 一會兒就是警察的環節啦 那啊 現在已經吃了早餐 好飽飽 那 化妝師啦 已經化妝啦 那攝影師也剛剛到啦 那一會兒呢 都會拍照的 那 完成了呢 我上半場呢 做姊妹啦 其實呢 還有下半場的 因為呢 我們還未去婚姻住宅處啦 但是呢 都可以說一下呢 我們在這裡住的時候的情況是怎樣啦 其實呢 這間房呢 其實他都包了兩個貴箭啦 那另外呢 其實呢 他都有兩套茶具的 所以 我覺得其實都是很方便的 但是呢 之前呢 職員也有說過就是說 其實茶具呢 都不一定是有的 真的有就沒有就沒有 所以呢 大家都要注意的 那其實呢 住了一晚之後呢 我覺得這間房呢 的空間感都很大啦 那我自己呢 也是 睡一個家床的情況的 不過 我的枕頭太軟啦 我自己呢 就不太睡得著 還有我睡不關三保床的 那真的 沒什麼睡過了 那今早就已經做姊妹啦 那但是呢 我覺得這間房呢 都可以看到海景啦 我覺得都是非常漂亮啦 那今天呢 天氣很好啦 亦都很Smooth啦 我自己都很感恩啦 那一陣呢 其實呢 都會落回去 下面呢 去集合啦 然後就去註冊 那其實呢 這間出門房呢 的價錢呢 大約呢 就是4000元有抓啦 大約是3000米啦 我覺得這裡呢 性價比都挺高的 還有呢 這裡有海景啦 海景都挺漂亮的 所以呢 我覺得都值得推薦的 那我現在呢 就幫新娘子拿著條群 我今天的職責是要 好好保護她的婚紗 對啦 對啦 那我們現在呢 差不多呢 就已經到了這個文化中心了 還是有點冷 所以我也穿了一件 不用生氣啦 繼續都是 玩群的狀態啦 好開心啊 今天 那啊 那啊 現在 按照片啦 那大家呢 都非常順利地到達啦 好開心啊 天氣很好 不要な 終於大家讓出現在全新的姊妹露 因為我是我要的姊妹 mainstream 就放得著我 那麼今天這條裙是非常得美 其實剛剛已經完成了 放正住阿柱的部分啦 然後呢 現在我們就進行外照了 其實一完成了 我們已經是可以很feel free的到處拍照 不用趕行程啦 今天我們就去了中樓拍照 之後我們就上樓梯來到這個海邊拍照 我發現其實這裡拍照是很美的 有藍天、白雲 然後很容易就可以拍到一些很有feel的照片 所以我也推薦給大家 現在就去一去照片給大家看一看 我們吃完午餐之後 現在你知不知道我們在哪裡呢? 沒錯啦 我們現在是M Plus 一會兒都會繼續去拍外影 哇!這裡好美啊! 計算都是藍天、白雲 所以我覺得這裡拍照應該很有feel 一會兒再分享給大家聽 那現在我就恢復了M Plus啦 我們由於這些輕易球拍照是超級有feel 讓我現在走一會兒 有沒有feel?有沒有feel? 好帥 說到我為什麼呢? 還是非常飄逸 哇!不行!一定要這邊 站住 那就完成了我這個姊妹團之旅啦 那其實我們今早就五點多起床 化妝啦 兼且就做完那些勁茶啦 然後就11點鐘就註冊啦 吃飯啦 然後我們就外影啦 那現在就是四點多啦 那我們的行程會去到五點的 那我們呢 都非常之開心可以去M Plus拍照啦 因為我沒想過M Plus拍出來的照是很有感覺的 而且都有非常之多的打卡位啦 我也都見到有很多的新人都會在這裡拍照啦 所以我都會覺得 這個原來都是一個 哇!拍分衫相的聖地來的喔 喜歡我影片的朋友 記得Like和Share這條影片 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然後按旁邊的鐘仔 以後一有新片的話 就第一時間通知你 還要記得Follow我的IG Like我的Facebook 下集山系敢行再見啦 Bye Bye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